这么大的秘密我都告诉你了 所以我希望 你能早一点离开毒丫头 我还要送你一份大礼 君御证 他也被毒瘟疫感染了 到现在还没好呢 这是你的事情 和本王无关 秦王不愧是秦王 如果我不是早从朱鱼那里得知 秦王殿下派了楚西风潜入我北历 我还真会相信了你的话 北历皇帝驾崩 玉泽已经跟着顾七少离开北历了 玉泽 对 上次被毒宗救火的 西风 你对药鬼谷的环境熟悉吗 殿下为何突然问起此事啊 西风不是很了解 不过 朱鱼姑娘应该很熟悉 那你把朱鱼姑娘带回天宁 让她画一份药鬼谷的地图 是 殿下 对了 微臣认为 这药鬼谷谷主的话不可信 先别急着下定论 你看看这个 这 这是墨血端 这可是贡品 只有宫中才会有 难道真的是 没错 为了不让她对将士们起疑心 你让可信的各将领 编造将士们感染瘟疫的人数 上交给穆青王 属下遵命 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行事 军疫症确定被染上了毒瘟疫 我命我们亲信的太医 过去被她解毒 只怕是医治好了以后 军疫症也不会领情的 等到她身上的瘟疫解了 这结不结盟 也就不重要了 这样一来 北历也不会轻举弯动 殿下英明 王妃娘娘 请问顾太医的解毒配方 记录在何处啊 这些都是顾太医的物品 谢谢 有种黑色的封股 我们去做视频 她将在外面 尤其跟日子 开始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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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毒 有事吗 我来看看 你身体好点了没有 恢复得怎么样 接下来几天要赶路 可能会比较辛苦 我全都好了 那就好 我替天宁的百姓 谢谢你 我是天宁的子民 拯救天宁救治百姓 我义不容辞 殿下无需言谢 对了 海东村投毒的凶手可有线索 我正在调查 我之前和顾太医 在京城郊外碰到那人 也感染了毒瘟疫 现在想来 他应该是碰了凶手的什么东西 或许 凶手还在京城 你放心 我不会放过凶手的 嗯 对了